大家好,我是老白,咱们又见面了,钱我来花,坑我来采 看这期这个是个智商税吗,还是个啥,先看那个商家秀吧 这是一款你买回家之后,你媳妇都会夸你有正声吧,外貌多么大皮刀 全身心的筋材质打造成耐磨防滑,永久不安生就 带了两个亲口高潭红终身缅磨刀头,一边给打皮,一边插刺 接下来用它打个水果皮,地瓜皮,芒果皮,土豆皮,打完这皮是溜薄溜薄的 不分你左手或者右手,往前推也可以,往后拉,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可以打皮,这边可以插刺刺,接下来拌个凉菜,插螺丝,黄瓜丝 晚上炒个塑胶,土豆丝,全都可以,最主要炒完这个丝,老铁门看见 它是又均匀又均匀,而且全都是小缝子,老铁门看什么,太好了 就和咱们平常菜刀切,又约约,然后这水果上面,土豆上面有个烂坑,有个烂眼,有个牙子,不用着急 用这个顶部,往下你给它轻轻一旋转,老铁门看,一下又拿下了,太要使了 底部还可以起个啤酒,用完可以挂起来,全是个水洗,永久不能用 有请,老铁门,下边小红车 商家秀也开完了,也希望大家能给我捡个赞,给我关个住 东西我也买回来了,我打开看这个东西找啥样 跟这个网上一样 一毛消失的,一毛拔皮的 我先给大家测试这个拔皮吧,看这个拔皮咋样 哎,行,行,咱这八个丝试一下 八个丝试一下,看八个丝咋样 八个丝,我这还是个左手,我拿右手试一下 再来一下,好 这个东西嘛,从这个优势方面说嘛 优点嘛,它就是,这个,拔这个皮也,也挺薄的,看下嘛 也利索,也挺快,也挺薄 切这个丝嘛,也挺细的,看下 刮出来的那个丝也,这个刀刮出来的丝也挺细的,看下嘛 跟刀切的一样,也挺细的 它这个缺点嘛,就是,它这个切丝 它这个切丝不行,它这个切丝有些费劲 你,你,你死老大这个才能把那个丝才能,把这个萝卜丝才能整出来 有些费劲 还有一个缺点,它这个,说白了,应该这个上面一个写上字 喇叭是,喇叭是,刮丝的,喇叭是,刮皮的,它应该,应该说,是不是 它也没说,就,就,就有一个,一个,一个,缺点 它这个,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嘛,咋说了一下,咋,咋,咋说了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优点大于,大于那个,缺点 这个东西嘛,还值,值得,值得推荐这个东西 值得推荐,它这个东西做工也挺好的 哎呀,不说啥废话了 也希望大家也能多关注我 看我做的视频也不容易 也能多关注我,多看我的视频好了 在这也谢谢大家了 在这我老白谢谢大家了 下集见吧,再见